第五 祷告是神赐给基督徒的特权 我们会听到有人 祷告结束时说 不配 祷告不配 奉耶稣名祷告 那这样的祷告是谦卑还是不妥当 祷告是圣灵的工作 也是基督徒信心的表达 不配是信心不够吗 类似的问题处理的时候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首先要理解 对方为什么有这种表现 先要理解 理解然后再思想这种做法合不合理 不然的话我们就容易 不理解对方说什么 不理解为什么行动的时候 我们就盲目地去批判 所以我们传统当中 为什么会这样祷告 这是有原因的 第一 从人的角度来说 人无法凭自己亲近神 人里面没有良善 人也没有任何资格配得神的恩典 唯独在我们自身之外 去寻求帮助 所以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不配 第一是证明我们深深地意识到 自己的真实的光景 我的确不配 我没有良善 即便信主到今天 我里面仍然有很多的败坏 可怕的那种邪恶的意念 骄傲在我里面时常怂恿 冲动对不对 然后我里面没有怜悯 我对神的爱也不够纯洁专意 对神的伟神和顺服也不够 我常常容易离开上帝 爱世界 我常常自私胜过爱别人 爱神对不对 但是另一方面 所以我们说我不配 这个可以理解 我们中国传统当中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基督徒祷告 不是凭自己 是借着神的慈爱 因为神爱我们 所以他应许我们 要赐福给我们 然后吩咐我们祷告 去求这个他所应许的祝福 让我们借着祷告 信靠基督 靠着基督的名 无论你们求什么 奉我的名求 我父必因我的缘故 赐给你们 所以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来到神的面前 不是仗赖我们自己里面的资质和资格 而是仗赖基督中宝的代求 所以这就是奉基督的名的经义 表明我们不靠自己 哪是靠赖基督中宝 靠他的功劳 靠着他的应许 我们仰望他的怜悯来求 那么不配只能是指自己 而不能指中宝 因为中宝是完全配得的 为什么 他是上帝所立的中宝 上帝立他自己的儿子做中宝 道成肉身 而且他完全顺从父的旨意 完全满足了上帝的心意 然后也完全补熟了我们一切的亏欠 罪的刑罚 所以他首先被称义 被神接纳 所以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 死是罪的结果和刑罚 有罪的人承受死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基督完全顺从 他没有罪 所以他虽然为我们的缘故 替我们经历了死 尝了死位 但是他没有被神称义 所以他不被死拘禁 所以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 证明他是义的 所以他作为我们中宝 我们奉他的名 凭他的名 他是完全配的 但是我们不配 所以更完全的表达是 我虽然不配 但我奉靠基督耶稣的名 向父祷告 是这个意思 所以理解对方为什么说不配 就理解他了 也不会严厉的责备他 但是我们说不配的时候 千万要留意 不是指基督 基督没有任何不配 没有任何欠缺的 不配的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当时刻 带着这种意识祷告 一方面我不配 另一方面 我靠基督求神的恩典